OK,咱们来看比赛,关带方的话是一手草堂,对待方一手石头领,这把比赛应该是169级的一个比赛,双方带的都是这种雷妖啊。 关带方人物砍一手野兽,对待方给宝宝补一手血。 这个仿佛伤害的话还是有点低,关带方人物有一手侵蚀。 关带方侵蚀去戳对待方的一个人,伤害的话应该还可以是吧? 但是对待方迟迟不去变身,这样的话关带方有点懵。 这个109级的一个比赛的话应该说打法还是比较单调一些,因为暂时还缺少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,关带方继续破血对待方的一个人。 关带方目的也很明确,还是以先点对待方人物为主。 关带方人物为主。 这两方也没有变身 来到第八回合才开始进行一手变身 整体而言变身还是有点晚 对那方飞机飞过来 两千打在人物身上一千八 对那方飞机过来 对宝宝造成的一个伤害还是肉眼可见的啊还是挺给力 对那方飞过来 对那方飞过来 箭射两个飘到对那方人物身上 双方打的还是很胶着 挂炸方继续拉 锥子卫再出一手 确实大唐在PK这方面的话确实还是有点弱 点掉对那方的一个人 哦 官大方 官大方 我靠有点打的有点东西是吧 比较敢比较敢拼 官大方直接是换掉了后盘 这一手 那这一手的话这回合虚拟没有力是没有办法出手啊 官大方加的这一手 这一手笛子的话感觉有点有点堵的一个成分啊 这个时候官大方的一个小耗子也是爬了起来啊 哎呦 这只日游存的话伤害有点有点点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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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